预算11万买车合资的丰田卡罗拉瑞放和国产的奇瑞瑞虎7plus这两款车该如何选择呢 这两款车如果你信不着奇瑞的汽车 但是瑞放卡罗拉是坚决不能买的 哪怕买个韩系的现代X35 持带劲买个马自达CX5都比卡罗拉瑞放强太多了 卡罗瑞放前麦夫妻后面纽约良群架 那个纽约良太单薄太单薄 知道吗用料是非常赤的通工减料特别厉害任何隔音没有隔音可言 开到40公里60公里的时候 操杂成就极大极大走一些飞铺路面那完了 知道吗没法整 男人坚决不能开这个车的小女生还是可以的思绪待步 千万不要散高速太差了知道不 再说奇瑞虎7plus 骑着1.6T发动机2909斤197的马力 动力是挠挠的自8百万公里 这个发动机他敢说第2国家里没有敢说第1的 就算在国际上 他有一号 并且 格萨拉克的7档44双雷核 奥马尔在用奔驰也在用 没有任何问题 其瑞使用多年了 没任何问题 比你的 卡罗瑞放CVT变速箱强太多 无论动力还是格营进行前后都是独立寻家 杨甲还是铝合金才子的 都比你卡罗瑞放强100倍 知道吗 如果说 10万块钱无论是买SUV还是轿舌都要在国产里面选 绝对要比你任何一个核质舌都强太多 知道吧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